《回想曲》系列创作 是以现在的空间场域里 试图将人物抽离 再借由辅马与物件所遗留的痕迹 来建构出一种相互指涉的关系 对于场域里有人没有人 以及在场或者不在场的想象连结 也是我对于存在跟真实的一种意象诠释 像是墙上高挂的照片 老旧的椅子 青岛的神主牌 用过的碗 牙刷等等物件 都是人曾经在场域中存在过的痕迹 而物件在场域里所呈现的时间性 就是人存在于不在场的真实 也就是此存在的概念 影像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状态 而是可表述与可看见的连结 也是可以作为任何因果关系 或之前之后的诠释 影像向来不单只是作为一种单一思维 或是作为情感的编码化 而不过只是事物自身 说话与不说话的方式 水是一种反映心理的面纱 也是像人的脑海 看着物件、事物与场域的影像本身 就像是影像成为等待被解码 或隐喻的可见性语言 虚无系列所想表述的 是世界本来就是一种 毫无形式可言的混沌 若是我们打破 所有一切形式与价值 那么你我又想要建构出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人与生命都活在时间流当中 如果哪一天 一旦失去自我的价值 而这个世界再无秩序可言时 那么随着失去的真实世界 也等于取消了所有世界的表象 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线 这条红线即代表婚姻 爱情及缘分的象征 在神话古籍里 月老一首晚红丝 一首拿着婚姻布 帮天下男女在红线的另一端 维系着未来的另一半 而从传统延续至现今社会 这条红丝线依旧是婚姻的代名词 但我们的社会结构 却已不再是过去的男跟女之 女性也不再只是扮演被父权支配的角色 红线的另一端 此系列创作所想表达的 是新时代女性对于婚姻的看法已改变 所以就算不婚离婚或者交往为同性取向等等 也早已不稀奇 当然婚姻就不是他们生存的单一选项或必需品 时间的线末系列 以平面拍摄时是以脸部素颜 无化妆 以及没有发型 无造型的真实面容来呈现时间 背景的设定选择 暗红色的背景 而非一般喜庆的鲜红色 就像是一朵红色玫瑰 过了盛开期 也开始变黑 萎缩凋零 就像女性一旦过了黄金时期 时间也开始在身上 容颜上留下痕迹 选项这个系列 利用回收玻璃品 就像从垃圾到雕塑品的概念 将影像转换成讯息的变化过程 回收的玻璃品 透过手作拼贴艺术的拆解 再现为一支支分别代表 婚姻、爱情、家人、自我、权力、地位 自由的选项平等 以红丝线悬空榜上 如同当女性拥有 无论在经济上或精神上的独立筹码 就像等同拥有选择的权利 并可再次显现个人的价值 若是没有经济压力 那么你的未来梦想会是什么 这是受访者梦的开始 不会带着后悔跟遗憾过日子的人 人生要活在当下 我们的人生并不是在梦想目标所组成 而是用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时刻而组成 以虚构所创造出来的环境 以模拟或尝试制造为人的梦境 所表现的形式也和梦的构成大致相同 也就是呈现视觉讯号 装置里的各项元素都是充满图像符号的象征 也就是想把观众引导至梦境般的体验感环境 感谢观看